《中文字幕》 開始時不知道自己想做甚麼 就是平時、上網、逛街看電影、吃飯 因為我們很多人玩 但我們好像有很多資源 但我們不懂得選擇 可能我和家裡比較少溝通 因為他們經常都不在家 男生有很多時候不會說感覺 不會說深入的東西 覺得很老套 今天很多年輕人帶著焦慮和不安面對未來 生活受制於外在的種種壓力 青少年沉迷網上活動和隱蔽的行為 變得相當被動 在極度無助的處境中 不少年輕人選擇了沉默 甚至是隱藏 其實年輕人心底內渴望自己的生命 既充實而有意義 有很多事很想說 但可能沒有地方去說 或者沒有人去聽 這是一個平台給我表達 Across Go的東西就好像 告訴你 其實有些事是 你的生活不一定是這樣過的 你有夢想 你又想做 你現在做不到嗎 其實他們不是想不到 他們不是不可以 但欠缺一些抵抗 Across We Hub明白年輕人的需要和處境 自1996年至今 舉辦超過百多項青年領袖訓練活動 集合了資深導師、教育家、青少年工作者等專業人士 提供多餘文化領袖訓練活動 提升青少年視野和鼓勵他們突破框框 Summer Program Beat for your own boundary 突破自我框框 是Across You Hub今年夏日活動的口號 鼓勵華裔青少年結伴一起走出網上的虛擬世界 不再自我封鎖 積極認識社區、關心社會 城市拼圖 City Mosaic 多倫多一向以多餘文化社會生活聞名世界 可惜很多華裔移民的日常活動範圍狹窄 未能充分享受多餘文化生活的精彩 City Mosaic 城市拼圖活動目的 是希望青少年在比賽進行中 透過接觸多市不同族裔的社區 了解不同族裔文化的生活 認識我們城市中多餘文化的特色 超過140名參賽者一起從萬錦市出發 使用公車、TTC和保行 走遍多市 細心留意一些常見但容易被忽略的事物 了解背後的意義 增加年青人對本土文化的歸屬感 加國華裔青年領袖訓練營 Chinese Canadian Youth Leadership Training Camp 營會舉辦的目的 是幫助年青人建立正面的人際關係 若年青人敏感自己和身邊的人和事 培育全人關懷的領袖素質 年青人對自己的性格、優點、缺點都有更多的認識 營會活動幫助他們建立對同組的信任 因而明白互相信任和合作的重要性 Youth Leadership Development Training Program 青年領袖訓練證書課程 是一項廣泛而全面的領導能力訓練計劃 整套課程特為加國華裔青年而設計 透過講學、實習和經驗學習 栽培年青人的領袖能力 同時,課程特別鼓勵小組熱烈討論 建立具領袖潛能的青年群體 課程包括領導能力、成長自我、野外挑戰和媒體解讀 Reveal Payback Threat 一人一故事劇場是一個獨特的戲劇表演 以生動的舞台力量幫助青少年探索自我和個人成長 透過分享和聆聽的經歷 幫助建立正面而互相尊重的人際關係 建立一個和繫的社會群體 Tic Tac Toronto Live 多倫多鼓勵青少年走出自己的文化安樂窩 欣賞加拿大豐富的多元文化 和積極關懷本地社區 外展活動和互動工作坊 去探索藝術、文化和認識本地社會 讓青少年更投入這個多元文化社會 我覺得across精神是鼓勵年青人有夢想 有夢想得來也要有質素 在這個社會上 年青人足以在主流社會有一定的位置 不用局限在一個少年人裏面 挑戰我們 你們想中國人的尊重是怎樣 你們就是那個 做這個形象出來的人 看到大家原來全部都是義工 大家很熱心地去做很多事情幫忙 然後我也覺得 我也很想成為他們的一份子 看到有很多我這樣的年青人 我們有很多事情都可以做到 年青人是需要很大的幫助 他們不是說一時很快就會看到個果效 是為了一群年青人 可能那群年青人 多謝都沒有聲音就走了 但他們很努力 大家去處理他們自己有的東西 我們經常都會說我們是回來Cross 即是不會說去Cross 即是好像是一個另一個家 最大自己學到的 其實不是學到怎樣去幫人 而是看到他們有改變的時候 其實原來不知會講 是他們影響我自己 有的 可恵 是 突然小時 好像很動氣 Lori 很動氣 感谢观看